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他的弹跳能力和腰腹力量出色 在空中能够形成长时间的滞空 拥有制空优势后 杨浩可以在空中看着对方的蓝王手进行进攻 比赛中我们多次可以看到杨浩使用打手出界来得分 除了打手出界能力强外 杨浩的平拉开也是一绝 曾被誉为世界最快的平拉开 杨浩作为世界杯和奥运冠军 以及中国女排黄金一代的成员 杨浩可谓名声在外 头脑灵活 进攻凶狠 为中国女排取得2003年世界杯和2004年冠军立下汉马功劳 而且 杨浩的性格乐观开朗 深受大家的喜爱 完全可以胜任女排二队的教练职责 中国女排组建二队的目的除了缓解一队的参赛压力外 也为年轻队员提供了一个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 以往 中国女排总是一套阵容打到底 主力类的精疲力尽 替补和边缘人物则是很轻松 现在分成一二队后 参赛规划就会变得合理 球员们得到锻炼的机会也会更多 从今年的参赛计划来看 中国女排二队应该会前往菲律宾参加亚洲杯 由于和亚运会和市井赛时间较近 估计参赛球员都是一些年轻小将 训练营中 中国女排有很多潜力股 她们的身高条件都相当不错 只是技术粗糙和比赛经验匮乏 有了二队后 比赛经验方面就无需担心 而扣球技术上 随着杨浩的加入也会得到解决 待在二队锻炼了一段时间后 就可以无缝接轨一队 为蔡斌输送人才 如果杨浩真的加入到了女排教练组中 对于王亦凡 陈希悦 吴孟杰等年轻主攻而言 将是一件大喜事 这波年轻球员若是可能学会杨浩的打手出界 快速平拉开和打点打线技巧 对以后的比赛来说是百亿而无一害的事情 希望杨浩可以把自己的毕生绝学都传授给小队员 也期待小队员们能够好好掌握 在新的周期再接再厉 再创辉煌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都稳穿得大喜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